像我自己以前不是打球当运动员嘛 然后有一次呢 我就是在打练习赛的时候 跌倒 然后跌倒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就是跌倒的时候你用手去撑 然后我撑的时候是右手掌这样一撑 然后我整个人是这样子翻过去的 所以我当下就是手掌就是非常的痛 然后我后来 就是当下我也有做一些就是急救的处理 可是你知道我后来去照 就是看医生嘛 然后医生就有帮我照X光 我的骨头没有事情 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是很痛很痛 所以他又帮我打了 然后我还照了超音波 我甚至照了核磁共振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我的手腕 有哪里有受伤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整个 从小拇指这个地方 就是全部都肿起来 然后就很痛 然后医生想说可能就是肌肉的问题 因为照不出来嘛 当时他就是开了那种就是消炎药 然后让我回去吃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完医生到就是完全不痛 大概中间也过了一年多 就是我其实我那时候痛了一年多 可是那时候我是选手 所以我就是只是用一些 可是你又找不出原因了 找不出原因 我那时候是用那种就是白贴 就是运动员的贴渣方式把它固定 所以你还继续打球 还是得继续打 因为右手是我的投篮的手 我不可能不动 然后后来到了我就是不是球员了以后 我开始就是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 我的手腕的伤就是慢慢有好 可是我的手腕现在就变成 我随时随地可以发出卡拉卡拉卡拉的声音 就像现在你听喔 好浪漫喔 你这个不是嘴巴声音喔 不是 是我的骨头 而且我的手腕现在就是写字写很久 或者是像骑车 像我现在打雨球 某些动作持续久的时候 我的手腕会卡住 就是卡到就是我现在弯不下来你知道吗 那我现在因为我没有卡住 但当时卡住的时候我只要用大拇指推我的手腕这样一推 他就会卡一声 我的手腕又可以动 就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生化人 对我来讲其实是 以前是不习惯很麻烦 可是现在久了 我就开始有点跟他共存 但我也不知道该能在怎么办 所以你不是念骨头也没有问题 可是当时照度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你看我现在我两只手的这个地方 就是完全就不一样 可是骨头就感觉有问题 等一下 你这只手比较像有问题的 没有 这里吗 对不对 没有 这个地方 你看我这个地方 那你骑摩托车怎么办 油门吹不下去 就是吹久了 我的手腕有点卡住了 动不了了 我就要从旁边拔来 我这也太痛快了 对 因为你就骑着骑着 骑着骑着怎么大家都超大车的 自己要看 真的会有一点就是这样往下动不了 或是往上有点动不了 那写字真的是我最痛苦 其实我觉得说实在话 人家听完就说 有这种大声音 他当场表演出来 但其实你也跟他和平共存了这么久 你就会知道 他其实是个现象 是个问题 可是他好像又不构成 我们所谓的一种病 所以我觉得在门子 我们很常听到病人来讲说 我什么脖子肩颈酸痛 然后我动一动 我可以听到我颈椎 喀啦喀的声音 或者是膝盖 很常听到膝盖说 什么我去健身房去运动 然后蹲下站起来 那个听到膝盖会喀啦喀啦 我的脚踝也 对 那个声音大概就是会跟 跟你刚刚那么的清脆响亮 其实像这种很清脆响亮的这种 啪喀啦喀的这种声音呢 通常都还是关节里面的关节翼 它有一些气泡 那些气泡被挤破的声音 所以其实我一直不断的在节目上 跟大家讲说 很多人用手指可以 喀啦喀啦的作响的那一种 对 其实有的人弄得错 有的人就弄不出来 这跟你天生的一些构造 当然有关系 那另外还有常见的 譬如说是像肩颈或是脚踝 就是你在动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 它不是很清脆 可是它比较像是 什么东西一直好像 跑来跑去 然后其实那东西 通常是比较我们 可能因为 那个东西可能你以前受过伤 可能因为你一些姿势 譬如说我遇到很多的是 工程师上班族 他们用电脑用很久 然后来的时候肩颈痠痛 然后他可以表演 他肩膀的那种 喀啦喀啦 对 或者是脖子 他觉得他这样动一下 就听到喀啦一声 那因为大家看电影 都看很多 电影的话 有的还自己会脱臼 对 有的会自己脱臼 对 那个其实都是 比较算是 软组织的问题 软组织就是骨头 关节以外的 像一些关节囊 肌腱 韧带 包覆在外面 这些软组织 这些软组织可能会 因为受伤 受伤的修复 会有些沾黏 以至于说你会产生一些 不对称 或是一些过崩 紧绷的那种状态 它会让你在活动的时候 产生一些骨头的摩擦 脚踝常见的喀啦喀 其实都是跟 对 肩颈的话 通常还是跟 知识有关 所以其实刚刚讲了那么多 不管是听到很清脆的 啵的就是喀啦的作响 或是好像感觉上是 你有什么肌肉筋膜 在摩擦的这种声音 基本上它属于一个身体的现象 而且病人自己听得到 然后都会比较担心说 这是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只能跟病人讲说 就是跟他解释 这大概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可以用一些什么样附件 或是运动的方式 去检查这种声音 那事实上临床上真的 被骨科医师认为觉得 真的是有需要处理 而且是病态性的声音是 其实还蛮常见的 这个肌腱叫阿基里斯腱 我曾经遇过一个是 二十几岁的上班族 然后他是那天上班要敢打卡 他其实平常是跑步 他是有在运动的人 只是说他平常跑步的时候 他很容易发生膝盖的肌腱 还有阿基里斯腱的肌腱发炎 所以他之前的疼痛 偶尔就是有时候通常受不了 会找医生去打针 所以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病史 他那天没有特别注意的是 他就是反正想要冲上去去打卡 怕迟到 所以他爬楼梯 他就没有坐电梯 然后爬楼梯爬到一半的时候 脚有点踩滑了 就那个当下的一个力道不太对 他听到啪的一声 对 然后他以为自己脚踝扭到了 对 反正也没有理他 想说我再继续往上 赶快先打完卡再说 所以当下他还没有到很痛 他只是觉得说 他以为他脚踝扭到了 然后他打完卡以后 他坐在位置上 然后开始上班 一直到他中午的时候 他觉得他脚越来越肿痛 脚踝的地方越来越肿痛 然后他甚至连去那个咖啡间 去倒咖啡的都没有办法 他就下午请假来看 就后来检查他是 所以真的阿基底肢间断掉 是可以听到非常清脆響亮 啪的一声 而且这个东西是很严重 要处理的 因为阿基底肢间断掉 这个大概通常 有可能会需要到开刀 后来我那个病人 我转去医院 去让他用开刀的方式 这个地方开刀有点麻烦 你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开刀 还蛮容易 蛮容易会有感染的状况的 是喔 对 这个地方因为他 包覆在那个基件上面的 那个软组织非常的少 所以他很容易 会产生一些血流量不足 容易感染 所以其实听到的这些声音 有很多可能是 身体的一些现象 这些现象 可能跟你的姿势不良 可能跟一些旧伤有关 但是我目前我真的觉得 听到那声音很可怕 而且真的需要处理 大概不外乎是阿基底事件 像这个就是和平共处了 我觉得他这边应该有伤到 某些东西 其实这个地方有个东西叫 我觉得可以再进一步检查 你照S光应该都骨头都正常 对 那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去看 而且有时候我在想 可能你在第一时间检查的时候 还不明显 可能还有些出血水肿 所以可能影像上不太明显 也许你现在去再检查一次 或许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些软骨 这边有个软骨叫三角纤维软骨 可能他也没想到医药 因为他很怀念这种声音 他还是习惯了 所以你知道我 我是全身上下这个是最严重的 那像刚刚医生说我脚踝什么 我曾经受过伤 其实我现在都有这个状况 只是这个是最严重的 对啊 对啊 球员 打篮球 抢篮板 撞击 都会有的 对 第三样 便秘腹泻超脑人 忽视小心酿成大问题 是的 我这边门诊就是来 副腹泻其实很多人都有 可是要看她的临床症状 我这里就是一个门诊 有一个52岁的太太 她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拉肚子 那拉肚子之后 其实拉肚子病患的人很多 可是她以前就是每天都拉一两次 最近这一年突然间次数已再增加 从每天一两次变三四次 然后四五次到五六次 她也不会不舒服 人都好好的 后来门诊之后 她其实只是想看看诊 我操红坡看看是没什么问题 后来有开给她吃 吃一次后其实她也有改善 但是她跟我讲一件事 就是说大便的那个黏液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增加 黏液增加有五十几岁 其实我们会有点担心 所以建议她说要不要做个大 大便怎么去检查她的黏液 她说她看到黏液比较增加 你大出来的时候 有时候会像 会吗 对 有的人会这样子 没问题 当然不会 要有问题 难道我们不知道 是 不知道是好事 她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大便常常看 就稀跟干 有的人会有黏液 会像黏液一样的出现 然后 那我们听到这样 其实我们会有点担心 因为有 肿瘤或持幼瘦 它比较会产生这种东西 不是只有出血 一般人会觉得出血差有问题 那我们那时候本来希望说 要不要做个大胺 因为五十岁以上 已经进入高风险了 可是她就说 她也没有怎么样不舒服 也没有家族病死 反正她就是不想做 其实问一问我也不知道 要不要建议她做 因为其实她 就只有腹瘦 吃药也有效 她也不会肚子痛 也没有血便 体重没有下降 也没有什么家族死 不过因为她已经五十岁 她可以做一个 分辨前血 国舰局给付了 不然你至少做个分辨前血 检查出来之后 分辨前血是阳性 那我们就帮她排大胺镜 大胺镜检查出来之后 我们做进去之后 没多久就有发现 有一颗 它是比较大颗 那它上面的龙毛是 看起来就是它的形状 比较不一样 龙毛看起来比较多 后来我们用内饰镜 把它切掉之后 有去送化验 它是龙毛 那切完之后 用龙毛线流 它基本上很容易 就会转变成大肠癌 对 所以它是很早发现 它算是早发现 而且它上面 已经有风化异常 那切完之后 它临床症状后来 会有像鼻涕一样的东西 它就消失了 而且它腹泻 腹泻情况就比较改善 本来会有四五次 五六次 它后来又回复到 跟以前一样 差不多一两次而已 那这个还好它有切 因为它这个切掉之后 就不会变大肠癌 因为这一颗 只要放了够久 有可能再过几年 就被盪伤来了 所以没有症状的腹泻 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要特别小心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 是有一些欠肠的肿瘤 或者食肉的问题 一个七十五岁的爷爷 他因为蛀牙 没有控制好 就造成他脖子 伸颈部的感染 一切开里面 全部都是浓 手术之后 我们赶紧帮他打 强效的抗生素 就没想到打了 两个礼拜之后 爷爷就开始 维持了一个礼拜 经过检验之后 证实它是 尾膜性肠炎 这尾膜性肠炎 就是一种 困难缩状感菌的感染 又叫做 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我们平常 在用抗生素的时候 会不小心 把肠道里面的益生菌 把它杀死 这个时候这益生菌 就没有办法去抑制 这困难缩状感菌的 一个增生 这时候 困难缩状感菌 就变成一个优势菌种 它就会形成 这样一个肠炎 后来这病人 我们就帮它安排 抗生素的治疗 就好不容易有控制住 有些没有控制好的话 可能会在大肠里面 发现一些 大肠黏膜的化膿 甚至 或者是 致命这样一个危险 那另外 如果说抗生素 治疗失败的话 现在还有一种 分辨维生物的一个 移植治疗方式 就把好的菌种 把它灌进去 让它来歼灭这些细菌 谢谢大家 对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